在最新斗罗动画里 有着一个重大的改变内容 在原著中唐三成神后 安排了七圣柱斗罗守护五怪吸收魂环 而唐三则是带着小五去跟天使神对战 而在最新动画里 唐三成神后则是没有离开 而是在海神岛守护六怪突破封号斗罗后 才去找天使神一战 这样的改变会有什么影响 剧情影响不大 但可能会跟原著有很大的不同吗 原本唐三与天使神一战 唐三只是带着小五去 而当时的其余五怪在吸收魂环 根本无法跟来 然而动画里唐三守护七怪突破封号斗罗后 才去与天使神一战 这代表着原本只有小五一人跟去观战的局面 很可能变成了六怪一起前去观战了 或许还会出现六怪面对天使神的局面 也代表着唐三在与天使神一战后 不用回海神岛了 与天使神打完架后 就可以直奔嘉陵关了 在原著里唐三与天使神打完后 还是要去海神岛接五怪一起去嘉陵关的 而动画可能直接省了这一步 与天使神打完就可以直奔嘉陵关进行大决战了 如果唐三真的是带着六怪一起去的 那么小雪的那句 再见了 我的爱人 很可能也会删掉啊 小雪不可能敢当着六怪的面 直接说出对唐三这样暧昧的话了吧 原著里小雪说出这句话 就只是想弃一弃小五的 因为再没开打前 小五在千刃雪面前撒了一波狗粮 就算了一样